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治愈了一难评,把歌词照进现实,网友,敬佩他的野心。 肖战与Gucci的多重缘分。 10月22日,高奢品牌Gucci,古池官宣了新的品牌代言人肖战。 已经三天了,坦坦其实还没有缓过进来,因为以前从没敢想象。 肖战所有代言中这个是我最最感慨的,从19年9月份一起过来的瞎都知道。 这个一宣,好像笼罩在我心里的阴影散去了一些,因为不光是为了一个奢侈品代言高兴, 高兴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慢慢回来了,是一切走回正轨的感觉。 毫无质疑,肖战一直都被海外认可,官博刷屏,全网及时认领,机场穿搭出圈时尚圈宠儿, 但有人买黑热搜想伤害肖战的时尚表现力,但是时尚商的饰品牌的设计。 官方还未发图,很多所谓陆域的生图就出现在网络,而且这些照片的角度,色彩极为劣质。 20年初的春季大秀,疫情原因一人不能出国,当时点赞官博的有LYC, NN,还有肖战,加上19年的独家24小时,换谁都要多想的何况我们粉丝。 如今肖战官宣成为Gucci品牌代言人,与其说是失而复得,不如说是本来就是他的,现在还给他了。 肖战说不要走歪门邪道,想要的自己争取。 他都做到了,治愈了我们的一难平。 肖战努力把歌词照进现实,欣赏肖战的野心。 坦坦回想起那天肖战发夏日果茶制作视频时, 哪哪看起来都是思局,谁能想到一年后能成真。 而且,当时视频的配乐,只能懂得都懂,不敢给不懂的解释, 因为没有底气,让人很惶恐,我怕到头来依旧无法实现。 去年真的太痛了,身处漩涡之中的他自己艰难前行的同时, 也从来都没有放开他的瞎瞎们的手,真的是他治愈了我们。 时至今日,再来听这首歌Look at me now。 除了觉得舒坦又来近外,更多的是对肖战的敬佩吧。 敬佩他对自己清白的自信,敬佩他对自己走正途的笃定, 敬佩他被盘驳和虐十二十克也能坦然自若的自信, 他的强悍让人倾慕。 从陈情令为无限大爆肖战开始红,到朱仙投资两千万票房, 似于翻几十倍赚钱,甚至出现救急心力的说法, 我们的歌出圈国民度更上一层, 二十年本就应该试验收成果的时候, 他的事业家人物质精神都受影响, 失去太多了无论是对那首歌还是对Gucci, 粉丝都不敢讨论,就算以后再有也补不回那一年。 不过总算一切都在变好,有越来越多人爱他, 付出有收获就是最好的了。 最近看到一条评论瞬间泪崩, 只有肖战能够凭本事把虾虾们受过屈辱的场子一个一个找回来。 这样的追星体验真是跌宕起伏, 荡气回肠。 不过,最大的结论当然还是更爱宝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